第一届的台美日三方战略对话 在日本时间的29号早上8点钟左右正式登场 那么这一次是由日本的跨党派国会议员 日华议员肯谈会来主办 并且邀请了台湾方面包括立法院长 尤其坤还有立法委员等等 另外还有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一起来参加 并且针对三方在民主上面面对的威胁 以及相关的战略还有经济上面的议题来进行讨论 同时这一次的论坛还特别邀请到了神秘嘉宾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来演讲 我们来看看稍早的现场 可以听到安倍晋三表示台湾日本和美国都是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 因此绝对不能让台湾碰上和香港同样的状况 同时他也在会中支持台湾加入WHO会议 以及TPP等国际组织 另外日华肯的会长谷乌龟斯则说 第一次的战略论坛主要还是针对区域安全的问题来做讨论 另外也有提及新疆人权等等议题 同时他还透露了美方与会人士更直接在会中称呼台湾是个国家 现场还响起热烈掌声 这次是台美日国会议员首度以线上的方式来召开战略论坛 也展现了未来三方在经济和区域和平上的合作决心 那么以上是环宇新闻市区号在日本东京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